皇上 臣妾去见过京士了 如意啊 你怀的这一胎是祥瑞之胎 姜雨冰说你这一胎可能会早产 那些不干净的地方别再去了 是 只是人之将死 有些话臣妾不去问个明白 也不会心安的 他敢说吗 他承认害死了孝贤皇后和妾阿哥 害死了梅萍和怡萍的龙胎 也害了永皇 惠贤皇贵妃 也是他害得海澜难缠 只是他并没有承认 害了淑妃母子 六公主 还有锦寺 这个毒妇 他倒可认 只是他不认的 他以为朕就会相信吗 孝贤皇后过山的时候 他身边的苏练死得也蹊跷 手里面还拿着一枚 淳贵妃的珠花 淳贵妃的珠花 什么珠花 那是当年朕赏赐给淳贵妃的绣求珠花 既然金氏 认了是她害死了孝贤皇后 那么她所做的这些事情 是否和淳贵妃有关呢 皇上 臣妾不信淳贵妃会和金氏一起谋害孝贤皇后 金氏承认害死的孝贤皇后若宿炼也牵扯其中 那那枚珠花 兴许是金氏栽赃给淳贵妃的 罢了 朕不想再提这些无灶的事情了 无论如何 你也问过金氏了 也该心安了 过去的那些事情 别再想了 是 如意啊 眼看你的身子 越来越沉 是不是该请你额娘入宫陪伴啊 额娘进来身子不大好 我也不敢劳烦她老人家 左右都是身第三回了 不怕了 那就好 那朕就放心了 朕还要折子要皮 就先回养心殿了 你早些安置吧 别起了 这副手围是给儿子做的吗 这是你皇额娘的东西 皇额娘之前在冷宫生了洞窗 未免再发 还是保暖一点好 额娘对皇额娘真好 有时候比对儿子还好 你这孩子 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近日你可有见到你四哥 我四哥成了婚 也总是闷闷不乐的 婚娘 听说家娘娘快不成了 早晚的事吧 眼下所有的人都不会离你四哥 但勇气 你若见着他 一定要特别地尊重他 礼敬他 知道吗 婚娘的教诲 儿子都记着 我来吧 你下去吧 是 真没意思 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又何必与他们在宫里 争来斗去的 费尽心思 费尽谋算 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罢了 可欠二者 可欠一位 十多年 不过是一场空罢了 我一场空罢了 对你 如果一场空罢了 我一场空罢了 就是一个空罢了 陆铁人的声俊 罢了 我一场空了 你一定不要再过这样的人生 记住了 一定不要再过这样的人生 你一定不会再过这样的人生 竹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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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过后 我们主儿就自己开始熟悉 也不许奴婢们伺候 奴婢还以为主是听了皇后娘娘的劝 终于想开了 谁知 到了夜里 进去送水时 才发现主儿已经没气了 今日走的时候安静吗 很安静 年少还带着笑 你去禀告皇上吧 说今世走得安乐 是 一早便见天阴沉沉的 怕是老天和臣妾一样 感慨今世的离世 听说 今世的子官 已经停在了静安庄 今世的身后事 务必要办得好看些 毕竟她生了三个皇子 朕打算 追封她为皇贵妃 皇上 今世不是已经贬为庶人了吗 这个皇贵妃 是做给外头看的 御氏王爷 此外 私下极力推脱她的出身 为的就是自保 若是 朕以庶人的身份将她下葬 也会惹得朝野无端的议论 也坏了皇家的名声 朕想好了 赐她嗜好为 书 便为 书家皇贵妃 书家皇贵妃生前 最在意的就是皇子 永成初四 永璇和永兴还年幼 倒也都是董事的孩子 无畏再受牵连了吧 永成已是贝勒 永璇和永兴 朕会给他们贝子的爵位 交由太妃们照顾 一切应是无碍 皇上思虑周全 朕有些累了 想回养心殿歇息 恭送皇上 且这一下 等下 等下 混合 和 遭